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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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哥 是那个浅鞋的进来了吗 张文贵 张文贵 怎么来了 张文贵 陈小谷 到 你的肺筋还挺重 这是你的药 好 谁呀 想好的 给我 不给 同志麻烦问一下 这儿是欧海看守所吗 是的 请问 小五是在这里吗 您是小五他娘 大娘 你跟我走吧 哎 大娘 你去拿东过来 哎 你先坐 坐 警官 小五呢 小五说 他没得见你 有什么话我帮你 为什么不让他见我 小五是不懂事 可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我知道 但是 警官 小明救救我 哎呀你先起来 我再劝劝他 小五最近怎么样 感觉好些了没有 就那样 我这有封信 你帮我寄了 浪费 都死刑犯了 赵几官还给他吃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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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是我 今年的腊肉筛上了没 我想吃了 天冷了 你也别忙活给我织毛衣了 以后你照顾好自个 我来世 还给你做儿子 嗯 你看 我好 存在 那我 来 快 一起 好 麻烦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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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六 五 五 王大快 你明知道是我抢了你妻子 还伤了她 你为什么还要救我 我是恨你 但你是我的病人 我要对你负责 反正早晚还不都是死 你想过没有 你死了 你对得起你娘吗 我娘 我 这是你娘给你治的毛衣 祝福我千万给你创伤 这封信我不记 你还有上述改判的机会 别放弃 再写一封 我帮你读给她听 我帮你 我帮你 平行带阅的奔波 只为一扇窗 当你迷失在路上 能够看见那堂光 不知不觉把他想 当作了故乡 只是偶尔难过时 不经意遥望远方 曾经的相应 佼佼的隐藏 说不出的诺言 一直放心上 有许多时候 眼泪就要流 那扇窗 是让我坚强的理由 小小的门口 还有他的温柔 给我温暖 陪伴我左右 AAAAakan 那扇窗 我 我 也 远 有许多tro 改判为死缓 张警官 嫂子生了吗 生了个大胖小的 母子都平昂 还好你那次下手不中 张警官 我能叫你文哥吗 行 文哥 明天我就要去新疆了 到时候 我能给你写信吗 爸 我也会给你写信的 好好改造 等你回来 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文哥 但透过信纸 仿佛他就坐在我对面 陪着我 支持我 十八年来 每个月 他都会准时寄来图书和信件 小伙子过来 张警官要给你寄东西过来 在这里好好改造 您慢走啊 他是我当时唯一的精神之主 而我的老母亲 每逢过节 也常常收到汇款单 他们都写着同一个寄件地址 你心目 九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平行带阅的奔波 只为一扇窗 当你迷失在路上 能够看见那灯光 不知不觉把他乡 当作了故乡 只是偶尔难过时 不经意遥望远方 曾经的相应 佼佼的隐藏 说不出的诺言 一直放心上 有许多时候 眼泪就要流 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 小小的门口 还有他的温柔 给我温暖陪伴我左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平行带阅的奔波 只为一扇窗 当你迷失在路上 能够看见那灯光 不知不觉把他乡 当作了故乡 只是偶尔难过时 不经意遥望远方 分尽的相应 悄悄的隐藏 说不出的诺言 一直放心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